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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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到他的心心开始摇动 他在第十三节这样的说道 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 突然洗手表明无辜 他在这一节经文中透露追求洁净是否有效 我们尤其要注意从第一到第三节 心这个词在第一节 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在第七节 他们的眼睛因体盼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 你所想的 是人比较清心和和义人的心和恶人的心 义人的心是洁净的 恩人的心是骄傲的 然后他在第十三节 哀叹到他的清心一点都不重要 在第十三节 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 突然洗手表明无辜 在第十四节的词 遭患难和受惩治 将这种绝望的观点放大 这种词会凸显了灾难的无所在 亚瑟的试炼是中日和每早晨的 在第十五和第十六节也是如此 直到在第十七节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此时我们要注意第十五节里的 诺这词 十五节到十六节 我们这样的读到 我诺说我要这样讲 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植 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 眼看世系为难 他说 我诺说 当他处在绝望的状态时 甚至他的视野有限 继续陷在思想的困境中 因此他说 我诺说 或者是我要这样说 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植 或我思索 他至今会神不住地反思和诚实 所相信和所看到的一切 他很想屈服于他自己有限而 错误的观点 同时他也在理智上认识到 这样做事不忠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第十五节说 如果他公开地表达他这种错误的讲法 他可能会冒犯神的种子 他明白 与他会分享他目前这错误的观点的后果 他会给这些人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第十六节的结论 揭示了迷失方向的人 没有神与近前人同在的认知 在第十一和第十六节之间的言语 言语联系强调了这一天 在第十一节中 二人断言神无法晓得 神也没有知识 在第十六节 亚瑟试图寻找知识 但是结果却使他痛苦或困惑 二人对神一无所知 迷失方向的信徒也不明白神是如何工作的 虽然两者对神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他们同样无法找到对神的正确的认识 这就是亚瑟感到沮丧 在第十三到十五节 在第十三到十六节中 到目前为止追求 捷径达不到与神同在的真正福气 即便亚瑟有洁净的心 他却找不到神 事实上只有当诗篇作者在第十七节进入了神的圣所 有了直接神圣的接触的时候 才会形成一种更广泛 重新定向的视角 这个新的视角将亚瑟的思想带到神对二人和一人的最终计划中 圣所里的经验提供了什么呢 这时亚瑟断言他对他们的结果的理解 这是亚瑟断言 他对二人的结局的理解 高傲之大的二人 他们最终的目的地 这也让他对自己的结局有了深刻的认识 只有亚瑟进入神的圣所才会发生 从绝望到重新认识的转变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 圣所这个词是指为神分别为圣的地方 其根词的意思是圣洁 当亚瑟进入圣所的时候 他一定重新思想在第一节中所默想的神的本性 如果他在第一节思想神恩代一人 他在第十七节就会想到神的圣洁 如果亚瑟一直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思考着神恩代一人 那么在第十七节他思想神圣的神对二的处置 他在圣所所经历的与约伯在约伯纪第四十二章第二到六节中所经历的是相同的 其中约伯他怎么样的说道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阻挽 谁又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意志隐藏呢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求你听我我要说话 我问你求你指示我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 因此我厌恶自己 我的言语 在尘土和 如归中懊悔 如果说 约伯之前听过神的话 根据自己的 理解相信神 他在遇到神之后 他开始对神有了重新定位的想法 随着信徒的成长 他们确实会不断调整对神的理解 是同样的神 但是信徒对他的理解会不断的加深 随着这些信徒的成长 至于亚瑟他之前 不完全理解神如何处置恶人 但是他在圣所中的属灵经历后 他体验到了神的神圣同在 如果说亚瑟对神认识是基于他至今为止 对神学的理解 那么现在他对神的认识是来自他在神的 世所中的经历 除了亚瑟他的观点 这里没有其他任何的改变 亚瑟他的观点有所的更新 神即是存在 神即是是存在性的 也是超越性的 尽管邪恶 敌恶真实的存在 但他在神的面前有了 邪恶将会灭亡的盼望 斯文还没有说明那个结果究竟是什么 但是他指的是在神面前所得到的扩展视野 这个转变没有外在的环境的改变 而是理解的改变 斯文意识到在转折点之前 他所看到的只是表象 但现在在圣所的经验之后 他准备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事实 这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今天所要学习的 让我们看看诗篇第73第18到20节 第18节 让我们一起读 诗篇第73第18到20节 第18节 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 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 他们被惊恐灭尽了 人睡醒了 怎么看梦 主啊 你醒了也必照样 轻看他们的 顶像 首先 诗人在思想上 在思想上有了重新的 定向 并开始在他的意识 并开始在他的意识下 功夫 所以他从第一节 他从第一节 外在更客观的宣告 转向肯定内在 更主观的 金钱人 与 造物组织之间 蒙福的关系 这反映了在 金钱上 有更新的模式 由于在第十七节的 重新定位 诗人不仅能够重新认识 二人的真实结局 而且能够重新的认识 自己与神的关系 第十八节 实在这一词出现在 第一和第十三节中 第一节中第一次出现的 这个词被翻译为 确实导致 诗人处在滑地 至于我 我的脚几乎失散 我的脚险些滑跌 在第十八节中 出现的同一词 但是换了对象 第十八节 揭示了神已经将 二人安在滑地 在第二节 我们看到了诗人 他说他 他在滑地上 但是在十八节 揭示了神将 二人安在滑地上 亚瑟 他将神的工作 看得更清楚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在第九节中 二人 他们的口 亵渎上天 他们的舌尝蛋 全地 这是二人藐视 和骄傲的态度的写照 在第十八节 神将他们安在滑地 使他们掉在成文之中 在第十七节 二人的结局 在第十八节中 显明出来 二人他们注定要被毁灭 动词的西伯来语 形式 使他们掉在成文之中 进一步了强调 神在对二人进行 最后审判时 所扮演的客心角色 神是这种审判的 起因和起源 这就是 近千人最终的盼望 因为这联系到 神对恶的确切审判 无论二人看来 有多么的骄傲和傲慢 在第十八节 表明了 二人将最终所发生的转变 并且是最终的转变 所以到此为止 似乎 虚人他的信心得到动摇 是因为他认为 神没有审判 审判这些恶人 但是在第十八节 在第十八节 已经写明出来 神最终将会审判他们 这也就是 近千人的最终的盼望 所以斯文他清楚地看到 神是一个神圣的审判者 在第十九和二十节 强调了这次的审判 是中节加强了 第十八节中 神审判 二人的肯定性 在第十九节 包含了一连串的动词 强调了二人的结局 是不可逆转的 第十九节 他们转眼之间 成了何等的方梁 他们被惊恐灭尽了 这两个动词 他们成了 他们被灭尽 表明 二人将要得到的遭遇 将要发生的事情 和他们的意愿 或计划是相抵触的 二人将是被动的 他们将成了荒凉 他们将被灭尽 所有这些事件的主宰 就是神他自己 神会向他们展示 他的公义 向他们展示他的知识 向他们展示他的良善 将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 将是致命的一击 是他们的结局 这节经文中 这节经文中的灭尽 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 完成完了 他们会走到尽头 这并不指他们不存在了 而是指他们在生命里 不应该有平安和平静 将 这是指他们在生命里 不应该得到的平安和平静 将结束 他们将被遗弃 或 他们将被遗弃 所有的事情都会在瞬间 在 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在 转瞬之间或突然之间的发生 二人将陷入恐怖之中 而他们至今为止说 二人他们将陷入恐怖之中 而不是指他们至今为止 所享受的平安和平静 在第二十节 当神醒来的时候 二人对神而言只不过是一个影像 二人他们虽然自虚自己 自己是自己的神 但是他们不是真的神 他们很快就会被处置 在第二十节 人睡醒了 怎么看梦 主你醒了 也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 二人看似富足和安稳 却如梦境般迅速的消失 如凡人梦的虚想 没有实质性的 在第十九和二十节都强调了 神惩罚二人的终结 在第十八节中 神对二人的审判的确定性 完善了这两节 经文里所证实了 二人从目前的傲慢转向 未来毁灭的确定性 以及他们与神的距离 他们目前的繁荣并不表明 神认可他们的品格或生活方式 这样神的子民就会知道 他们对神的信心和依靠 不是突然的 不是亚瑟在第十三节中 所想象的那样 当亚瑟看到神 对二人的审判时 他意识到了 他目前的经历并不是所有事情的最终结果 再来 诗篇第七十三篇的结构 揭示了思路上的某种进步 诗篇以第一节对神圣经 进前及其后果的肯定开始 紧接着受到在第二到十二节中的 经验挑战和拒绝 这种肯定得以维持是因为 决定保持中心 并在第十三到十七节进入圣所 而得到重生 虽然在第十八到二十七节 意识到二人会受到惩罚 他的顺服在第十八到二十七节 得到了回报 然而由于他在圣所的经历 诗人已从第一 诗人已对第一节中所述的传统神学 有了新的理解作为结束 受恩代不是指 受恩代不是指物质上的祝福 而是与神亲近 所以在第一节 之前在他思想上的转变之前 诗人他认为一人应该在物质上得到祝福 所以当他看到二人通达 一人没有得到他所谓的物质上祝福的时候 他就认为神是不公的 所以当时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神一直在关注我们 神一直在亲近我们 这也就是诗人他在最后 在思想上有了转变 之后更新之后的一种认识 他认识到凡人不是神祝福的证据 考验不是神距离的证据 神总是恩代他的子民 诗人在第二到三节之前是在华 诗人在第二和第三节 他认为自己在华地上 而诗人在第四到十二节是安全的 这是他之前错误的认知 然后在第十八到二十节 诗人意识到二人是处在华地上的 而诗人在二十一到二十节中是安全的 所以诗人他明白结局真正是逆期的结局 也就是二人被定罪 一人将蒙福 第一到二节和第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是这首诗的开头和结尾 中间的部分分为两部分 处置二人和诗人的表面情况 也就是三到十二节 十三到十七节 还有第十八到二十六节 则呈现了双方真实的事态 也就是十八到二十 二十一到二十六 当我们读到第二十节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完整的感觉 认知上二人心愿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第十七到二十节 接受了一人将 对不起 第十七到二十节 接受了二人将被毁灭 在第十三到十四节的 个人苦恼显然已经被重新的体验 神的恩惠和祝福取代 在第七十三 在第二十节中 针对二人的未来 神圣行动被描述为主醒了 神将采取他的行动 再来我们看看 约拿丹爱德华兹 他在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 罪人的讲道 他在这篇讲道里 用了诗篇第七十三 十八到十九节 老迈的 老迈的约拿丹爱德华兹 是一个清教徒 他的这一篇讲道也许是 美洲大陆有史以来 最有力的步道之一 他是近视的 他已经把讲道写出来 他不得不近距离阅读他的讲道 这篇讲道太有力了 还没等他讲完 主人就已经在过道上 爬行痛苦地呼喊着 恨求神的怜悯 落在愤怒之神 手中的二人描述了 第十八节 以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 将二人比坐 比坐走在身向地狱的 空的冰冷的跳板上 没有扶手支撑着 任何时候脚都会滑倒 陷入毁灭 神没有义务 让二人活着 神没有义务 扶二人一把 因此思维看到 邪恶生命的终结 这并不好 这并不愉快 我羡慕这些二人 是多么的愚昧 看看这些二人的命运如何 嫉妒二人是多么的愚昧 因为只要看看 为这些二人所预备的 这些二人将惊恐灭尽 他 诗文在圣所中的经验 使他 在第21到22节中重新 回顾了他过去迷失方向 的他 第21节 因而我心里发酸 肺腑被刺 我这样愚昧无知 在你面前 如出类一般 这种回顾发自 诗文内心最深处 因此他说 我的心 我的肺腑 肺腑 肺腑的西伯来文字 肺腑的西伯来文字 念意思是圣 圣象征了人感情的所在 英语现代版翻译 对心和肺腑使用不同的词 如ESV所说的 灵和心 NASV是内心 而NIV是心和灵 诗文的内心 他的感情和智力 都因邪恶的繁荣 而遭到了痛苦 由于诗文 嫉妒 恶文难以捉摸的祝福 从诗篇里这两个强烈的动词中 可以看到他经历了 郁郁和痛苦的考验 用两个形容词来 形容他内心的挣扎 心里发酸和肺腑被刺 发酸的意思是苦恼 被刺的意思是刺穿 世人对自己对神的良善和公义的误解 深甘懊悔 第二十一节的痛苦使世人在神面前 如畜类一般 没有智慧和神圣的眼光 他说 世人他说 所以在这里他说 世人他说他现在要 不仅远离恶文 也要远离他 找先与神疏远的态度 在第二十二节 他承认他以前缺乏知识 他愚昧而无知 他的字面意思是 我像畜类般 并不知道 这让我们想起他在第十六节所说的话 我思索怎么明白 这是眼看实戏为难 在第十六节 世人他想知道知识 想找到知识 以了解恶文心胜的奥秘 却找不到 所要寻找的知识 然后他受到诱导 去认真对待恶文的挑衅 既神对世界没有道德知识 或莫不关心 所以在第十一节 我们读到他们说 神怎么晓得知高者 岂有知识呢 诗文他似乎同意义人 关于神缺乏道德知识的看法 但是现在他肯定了 神对这世界的眷顾 不仅终于扭转了 不仅最终将扭转恶文的局面 而且还参与像他这样 屈身于神的人的生活 其次 诗文他重生对神的信心和信靠 在第二十三节的前一个 在第二十三节的词 然而我常与你同在 你藏着我的右手 这词然而重生了 诗文以神为中心的观点的一致性 诗文体验到神的保护 神握着他的右手 从一开始 诗文他并没有站在华地 而神是一直握着他的右手 诗文他从未 诗文他从未一个人 独自站在华地上 神一直都握着他的右手 诗文的挣扎在 在第二十节之后 自然停下了 对神旨意的新肯定 解决了一人兴盛的基本问题 他没有一刻是独自一人的 神时时刻刻都是与他同在的 诗文认为神不与他同在 只不过是他错觉罢了 诗文肯定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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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全人类的管理 在第二十四节我们这样读到 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 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 西伯来文以后一词来自第十七节 结局的同根词 我认为这两个词是故意放在这两节经文中的 一方面根据二十四节 净节 净节前程的神的子民最终将被带到荣耀里 而物文将在第十七节面对他们最终的领域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第十七节和二十四节的对比 第十七节二人最终将被毁灭 第二十四节一人将最终被带到荣耀里 诗文宣布他对神的信心 在第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我们这样读到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肠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诗文他宣告了神的普世大能 神是天地的主宰 这与第十九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第九节二人的口 二人的口亵渎上天 他们的舌长半全地 二人在第九节亵渎天地的神 诗文在第二十五节 敬全地赞美神在天地中 无可比拟的角色 他在第二十六节宣告神是 他在第二十六节宣告在神里面真正的满足 我们必须在这里做一点点的词语学习 在第十二节我们怎样都读到 看了就是二人他们既是常想安书 被誉为安书的西伯来语 也有平静的意思 而被誉为常想 可以指长期的持续 大概的翻译是 大致可以翻译为 第十二 第十二节大致可以翻译为 他们的平静长期持续 然而诗文在第二十六节说 真正的满足不是二人的暂时得意 而是不断地依靠神 二人在这世上或许讲述暂时的兴旺 但是一人将得到他们永恒的福分 他宣告 只要神永远是他的福分 被誉为福分的西伯来语是部分一词也出现在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 使他们吊在沉沦之中 华地这个词与第二十六节的部分的公词相同 也许诗人要通过文字来说明这一点 二人看似得逞强盛 十字则是站在华地上 那是他们的部分 然而尽前前诚的信徒在神里面永远有一个确定的不变的部分 在第二十六节的结尾表达了诗篇里对信心的凭反肯定 神是我的份 我的部分 神是我的福分 这是一个隐喻 源自立位支派对神的依靠 而其他支派则分配到土地作为他们的部分或生计 让我们读数明记第十八章二十节 数明记第十八章二十节 耶和华对亚人说 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 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 我就是你的份 是你的产业 在这节经文中 神说他是立位文的份 他是立位文的产业 在第二十六节表达了一种 在诗篇七十三二十六节表达了同样的对神这种依靠 神他每天赐福于人 没有神的生命将无法延续 因此神的子民是宇宙中最安全的人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大家信主的都能够说神是我的福分 再来我们看看第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有离你的必要死亡 凡离弃你行邪 赢了你都灭绝了 但我请尽神是与我有益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 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首先最后这两节有对比 当一个人远离神和神的道德的时候 他只会走向悲惨的结局 这就是第二十七节 另一方面 如果一个人他紧紧的依靠神 他就会变得安稳 就好像第二十八节 让我们看看第二十七节使用的两个强烈的词 那就是毁亡和灭亡 对不起 灭亡和灭绝 第二十七节 灭亡和灭绝这两个强烈的词 这两个强烈的词 表示了神对恶人的最后行发 骄傲和藐视神的恶人肯定不会得逞的 在世人的经历中 亲近了神 如果我执意第二十八节的第一部分的话 如果我执意第二十八节的前半部分 那就是这样 至于我呢 亲近神是最好的 诗文他谈到他与神亲密的关系 他介绍了他对神同在的个人体验 诗文他不再害怕谈论神和他的工作 在第十五节他认为将自己的问题告诉别人 会令他感到难堪 但是现在他感到很高兴 能够把他的赞美告诉大家 告诉众人在第十五节 在转变之前 诗文在第十五节他这样的说 我如果说要这样讲 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 这节经文中 书的西伯来文与第二十八节述说的原文是相同的 他诗文他不再 不再为谈论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而感到尴尬了 其次诗文仍然相信神恩待他的子民 神如何恩待他的子民的概念 从第一节到第二十八节有了改变 在诗篇第七十三的前半部分 他感到困惑 因为他认为被恩待 被恩待 被恩待意味着健康和财富 但是现在他明白了 被恩待就是亲近神的意思 我现在想为神做见证 你们大家都知道 牧师他近期 他的父亲过世了 归进入了荣耀 牧师他和他的姐妹 在商讨父亲的事的时候 他们意识到父亲 他并没有给他们儿女两人 留下任何的产业 任何的遗产 父亲 牧师他父亲生前 多时候都得到 教会 众人的爱戴 并得到 时不时得到了一些 一些 一些钱 但是 父亲都 都将这些钱给存下 并没有太多的花这些钱 把这些钱都留下 用一部分来做他的后事 处理他的后事 他们 兄妹两人在讨论 继续讨论 父亲他生前所做的 他们想到父亲会 他会在凌晨两点醒来 为大家祷告 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 所以 他们 兄妹两人 他们即便知道父亲没有给他们留下 任何的金钱上的 金钱上的遗产 但是他们仍然感谢主 他们看到了主 在他父亲里所做的 并看到父亲是这么敬虔的信号 相信主 他们兄妹两人都感到非常安慰 所以我也希望鼓励大家 有点 所以 所以就这时我想起了《马太福音》第六章里头的 所以这时我想到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六章 基督关于财宝的教训 也就是叫我们自己不要在地上累积财宝 因为地上的这些财宝从此能咬能够取坏 谁能够来偷袭来偷 要鼓励我们只要集我们的财宝在天上 因为天上没有冲之药 不会生锈也没有贼来偷 所以这也就是诗人他所经历的之前 他都是认为这些在地上的这些祝福都是神的恩待 但是之后他却意识到了 与神亲近与神同在才是真正的福分 所以诗人他恢复了对神的信心 近前的人能够肯定地承认神是他的避难所 并宣告神的奇妙作为 因为诗人他心里不在怀疑神的良善 诗人要承诺要宣讲神的作为 正如真言第24章第16节这样讲的 诗人在第73节中预言了同样一种 这样缓慢但是同样确定了神的旨意 在真言第24章第16节 因为一人虽七次跌倒 人必兴起 二人却被祸患倾倒 从这一节我们能够看到 一人可能跌倒数次多次 而二人可能连一次都不会跌倒 但是我们要记得 两者的结局会是不同的 一人最终将被兴起 而二人将陷入破坏 诗人在诗篇第29章第7节 二人冒胜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发妄的时候 知识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 我们现在读者我们的意识 我们意识到 有时候这种神学很难证明其合理性 有关神圣的护理和人生 有关神圣的护理与人生命的道德 和属灵式息息相关的教育 是不应该被抛弃的 保罗不仅可以庆幸他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 脱离我们将来愤怒的耶稣 这也就是保罗在 铁撒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所说的 而且保罗他也在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 庆幸他能够从这世界的危险中 被拯救出来 他这么说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人要拯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受苦的信徒被呼召等候神 并要热关地工作 以期待他们的苦难得到神的解决和生命的更新 当苦难降临的时候 信徒要庆幸这是神的作为 敬虔的人亲近神 而神远离二人 那些亲近神的圣洁同在是人 是人的福气 这人是有福的 那些亲近神的人是有福的 在一个沉迷于享乐的文化中 宗教往往只是现实成功和繁荣的一种方法 但是诗篇第七十三可以帮助我们 更加深我们的信仰 并在我们里面建立一种信念 祭祀最终最重要的是 神实实在在地亲近祂的子民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感谢主今天祂的讲道 阿们